政府将拨款19亿元为我国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包括为企业转型提供更多协助 个人方面国人也可以提前从下个月起 使用500元的技能培训补助填补提升技能 冠冰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企业必须为未来的复苏做好准备 为了鼓励行业组织进一步的协助企业度过难关 政府将加码企业扶持基金 为推动企业利用这个时期转型 政府将扩大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 也涵盖更先进的系统 生产力提升计划和企业发展计划 今天的顶线也将上调 从下个月起经济稳定与支援配套将延伸 让陆路交通和艺术与文化领域员工 也可获得90%的培训津贴 雇主如果让员工接受符合补贴规格的培训 5月起也可以获得90%缺勤薪金补贴 此外原定10月实施的500元的近日 既然带来了巨大冲击 但长远来看 却可能带来新的机遇 企业进这个空档期 加强员工培训 国人也应该提升技能 为经济复苏 做好准备 王瑞杰也说 随着冠病疫情演变 我国可能得实施更广泛的安全距离措施 要在公共卫生取得显著变化 需要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 政府将斥资协助行业分担费用 为出现确诊病例的场所提供专业的清洗 细节日后公布